警方全副武裝破門攻堅 在房間內的兩名男子 一頭霧水就被壓制在地 原來他們是詐騙集團 專靠簡訊釣魚 收到訊息 上面打著自來水公司 乍看之下還以為自己忘記 繳水費按下連結 引導被害人輸入信用卡號 有上百位民眾誤信 損失上千萬 警方搜索查扣關鍵犯案工具 貓池是電話數據機 短短一秒可發送十六封簡訊 光是一個半月 詐騙集團傳了三百三十七萬封 數量相當可觀 簡訊詐騙猖獗 就連廣告商也協助詐團代收驗證碼 述發部希望在明年一月推出 111防詐簡訊 和五大電信業者合作 民眾只要認明有111號碼 就可以確認簡訊是安全的 這也是無法偽造的技術 讓民眾能多一分留意 避開詐團陷阱 三天新聞大致陳林鈺君 台北桑報道